开到我们的比亚迪琴plusdmi啊来到了距离衡阳大概有十几公里的一个小镇向阳桥镇啊 呃向阳桥镇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沿着这个107国道建的然后到了向阳桥镇呢 呃据说向阳桥镇的鱼粉啊在衡阳市还是比较出名的你看他马路两边啊向阳饭店 杀猪粉鱼粉我们找一家看一下 来来一碗鱼粉尝一下 这这个衡阳的鱼粉给我的感觉啊就像我们河南方程的会面一样你无论在哪家吃都差不多其实我觉得但是还是有几家是有特色的 因为是现在是12点钟了我们刚才问了两家早餐店他都没有鱼粉了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吃上啊 我感觉这个地方应该算是向阳桥镇的一个中心了吧这里有条街 这里还有一条街啊我们现在站在十字口这里然后我们到那边看一下还有没有鱼粉 在这里还有一条街啊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向阳农茂市场了 就找到了一家啊还有鱼粉在卖啊 然后咱们来吃一碗 可以拍个视频吗老板 现在这一碗在向阳桥吃的向阳桥鱼粉啊 我们看一下这有什么东西啊鱼肉白菜 然后就是小米辣啊 他这个鱼汤啊这个鱼粉它是提前煮好的 刚才并没有说现场跟我们说我们尝一下他这鱼 外皮感觉有点焦啊 然后里面的肉还是比较嫩的 还是很新鲜的 这鱼肉吃起来真的非常好吃 感觉这个鱼肉非常的劲道 来看一下这个粉啊 它浸泡在鱼汤里 感觉非常晶莹剔透啊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粉的味道 这个粉吃起来有点筋道 然后还有点弹牙 但是非常好吃 就是不知道我们今天吃的这家算不算正宗的向阳桥鱼粉 下次有机会我们一定要早上来